1998年 我們行政院在相關的 身先障礙者的權力白皮書裡頭 我們訂下了好幾個指標 我這一年多來努力做的就是這幾樣指標 首先先報告 在教育方面 我們年度預算很艱苦 可是教育兼費 教育文化兼費 是占各政事別 就是每一樣政務裡頭排第一位 占的比例最高 額度最大 特教的兼費 是增加了五億多元 那特教 基本上就是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教育工作 我們提供一個比較相對進步的教育的空間 第二點在醫療方面 全民健保是很好的理想 那我們已經實施15年 當然現在還在想精益求精啊 那能夠做得更好 其中有一樣跟我們弱勢的同胞比較相關的 就是曾經有一度有60萬人 因為沒有繳費 那所謂索卡 可是去年我瞭解以後 我請他們分析 這60萬人是什麼因素 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比較弱勢 另外一半左右是他沒有接到 或者出國期間可能忽略了 我說這一部分我們要用更周遠的方式去拜訪 但是基本上看健保 保持我們每一個同胞的看健保的權利 使得他的身體得到最起碼的照顧 這個是人道 所以不能鎖卡 我們現在衛生署已經就弱勢的部分 完全都開卡 所以這個就對包括我們身心障礙者 一定很多都是比較弱勢的同胞 那我們會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另外各位可能也看到新聞報導了 我們雖然財政艱苦 可是已經提案請立法院三讀通過了社會救助法 這個社會救助法沒有修改以前 我們照顧1.14%的同胞 這就是比較低收入弱勢的同胞 其實我們定的標準 同美國的所謂貧窮必須救濟的人的標準 已經約略相當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在台灣 依然要多照顧弱勢的同胞 所以一舉修改社會救助法 把照顧的人數佔1.14% 現在變成照顧3.68% 另外一個大家一定非常關注的就是 無障礙空間 必須很坦誠的說明 無障礙空間有相當大的比例 是要靠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的部分 包括國道 包括像機場 包括很多重要的設施 但是地方政府也得要負擔 無障礙空間 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一題 這也是權力的一部分 最後一樣就是就業 就業非常要緊 所以地方政府他也有一些責任 比如說工的機關應該禁用什麼程度 有逐年的再做一些增加 我看工部門是達成率比較高 但是私部門就是企業 可能還需要再進一步去督促 希望能夠把就業的權力 既然有定有一定的比例 那應該不分工民營的事業 或者政府機關 應該大家來共同遵守 這樣讓我們台灣對107萬 現在的身心障礙者的同胞 我們能夠增多一點服務 用真誠的心來提供服務 保障他的權利 我想這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台灣處處有溫暖 我們希望政府不落人後 把社會上一些關懷的力量 透過政府立法修法 編定政策 編定必要的預算 能夠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在這裡謹注我們研討會的收穫 非常具體而豐碩 那作為政府未來制定修訂法律 或者編定預算 改善行政措施 重要的一個依據 再次先謝謝大家 祝大家家庭平安 工作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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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的 widESS 不是